美国宇航局卡西尼号探测器即将结束为期20年的运行,随后它会坠入土星。卡西尼号为人类对土星及其卫星的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 综合媒体9月14日报道称,在环绕土星飞行的13年里,卡西尼号已经在这颗行星及其卫星上有了一系列发现。 1997年10月15日,美国宇航局、欧洲航天局、意大利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共同发射了卡西尼号。 它用了7年时间接近任务目标土星,并于2004年到达土星轨道。 现在经历了将近13年时间观察土星之后,卡西尼号已经消耗了大部分火箭推进器。 现在所剩燃料已经很少。 卡西尼号最早的发现时于2005年的土位6,Titan探测器海根茨号。 这是史上首次有探测器在土星的卫星上着陆。 海根茨号探测器的发现以及卡西尼号随后拍摄的照片展示了土星这颗类似地球的卫星形成的过程。 首先,它的大气中含有一身菌化合物,比如像本汉甲丸这样的碳氢化合物,土星上也有海洋、河流、湖泊以及雨水的形式。 说到土星的卫星,卡西尼号发现了在土位2,Insolators上的冰雨,它至今仍然活跃着土位6和土位2上都存在水存,使得它们成为太阳系中潜在一只星球的主要候选者。 卡西尼号还解决了土星的另一颗卫星土位8,Oyeptus上困扰了科学家三百年之久的谜团。 天文学家们对土位8的双面表面感到困惑,卡西尼号发现这是由于卫星轨道上的红色尘埃移动汗在其冰冷表面上溅洒造成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